然后在果敢四大家族当中 我们今天特别挑出两大家族 非常非常的特别 你很难相信吧 一个是这个刘正祥家族 1992年创立 在他经营房地产 目前是老街最大的企业 是四大家族当中 最先开始做诈骗的 那2018年在柬埔寨 西港他还前进这个柬埔寨 然后你看到到此刻为止 多嚣张你知道吗 到现在还在招聘 打炸打到现在 他的赌场到现在还在招聘 还在招聘心血 好那这是刘家 那另外一个魏家 魏家也很强 魏家强在哪里呢 四大家族当中 其他三个家族都是只有民兵 但魏家是四大家族当中 唯一手上有政府军事力量的家族 这是魏家 被认为是四大家族当中 排名老二 而且魏家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的第二代 非常善用新媒体 宣传也很会 然后你看到 透过各种新媒体的宣传 招募俊男美女 透过短片直播等等包装 还塑造着慈善的形象 所以丽将军你怎么看 最新的发展 虽然边谈还是边打 而且看起来政府军 还是节节败退 这个准将 惨死在丛林里 这是个指标 我想说这件事情来讲到目前为止 大家快告一段落了 我们从他们这次来讲 有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在中国境内和谈 就是你们全部都乖乖到我这边来谈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为什么到境内来谈 大家可以去猜测 第二个你没有发现他们停火 这来谈的人是谁呢 缅甸军方 国改 德昂 若开军 其实少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是西方支持的 所以说西方支持的翁山苏姬 并没有加入这次和谈 也就是说中国这次的和谈 刻意把翁山苏姬排除在外 然后让这些人 将来不管你们怎么谈 对我们都知道国改 这些大概都是支持大陆 他们这些军方的 缅甸来讲的话 是这些诈骗集团 所供养的一个军方的一个领袖人物 你们到我这边来谈完以后 你们就不要打 但翁山苏姬被排除在外 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一个 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大概缅甸北方的 这些诈骗集团 从此以后大概就乖了 就不会再去弄中国的这些诈骗人 诈骗中国的老百姓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作怪 我想说很明显的是这个 第四个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意义 什么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或者是基础建设就可以进入缅甸 他可以确保大陆在缅甸的 这个地缘的一个战略的优势 因为缅甸面对的就是孟加拉湾 然后亮哥也经常讲 他那个管路禁区的油管 大概占中国的油量输入了百分之五 包括广西云南 对不对 这些地方的油都是从那边进来的 所以我想说这次代表以后 就是代表这个大陆来讲 他可以确保他能源进来的安全 公民的安全 还有治安的安全 还有他能够掌控到缅甸军政府 不管将来是军政府或果敢 他大概影响力大概是避免不了的了 那我们讲说 丛林作战 这没有那么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那跟平均说任何一个地方打仗 都有任何地方的一个特性 像我们以前受训的时候 台湾地形很多 现在大概台湾部队不敢这样做 以前我们就去到山里面 上山两个礼拜 实际上只带一包盐巴 带真枪实弹 被个枪上去 你自己要会做陷阱 这一包盐巴 其实盐巴很重要 在山上里面 对不对 你如果说打猎以后 那个食物你不晓得 下一山什么时候能够吃 你要防腐 所以说盐巴很重要 那时候汉族跟原住民交易的时候 就经常给他们盐巴 然后换他们原住民的食物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 又增相实在上山 有两个目的 那时候在中央山脉上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训练 山地作战 第二个你知道我们在干嘛 就青山 那时候部队中央山脉怕 这个有土匪或什么 或甚至于说 这个共产党在山上 设立一些游击基地 干什么 所以我们那时候会上山 深枪实在上去 中央山脉去 去清查山上面 有没有这些 不法 违法的组织分子 所以从里面 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那时候给我们东西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GBS 靠着什么 就是一个地图 一个指北针 你自己就会认路 然后一个指标 一个指标 这样去找回来 他在这里布线 没有那么容易 对不对 他现在来讲 这个准将被 为什么被干掉 国港用的杀 他找不到食物 他就不会 不会做陷阱 不会去捕捉野兔 不会去抓蛇 不会这些东西 那你在这种部队 你没有经过 山地作战的部队 你一定没有 山地作战部队来的强 我这边特别 举一个战事给大家听 就是日军那时候 二战的时候 很强的兵力 但是在物射事件 他就是没办法 这个清剿 这个物射那边的 原住民的部落 他就没办法物射事件 我们就看后来 他还是用原住民 去打原住民 日军 所以山地作战 没有我们想象中 这么容易 那从这次的事情 我觉得缅甸这件事情 到目前来讲 经过核残之后 如果我们不管 从整个事件 这个从10月7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 可以看10月27号 到现在为止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已经大概告一段落 后续下来 我想说大陆来讲 对缅甸的这种影响力 会更大 对 不过当然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这个 因为缅甸也不算小 这个诈骗集团 东窜西岛 这个中窜西跑 有没有可能圈锋吹右声 比方说这个家族 还在招募 还在招募心血 我觉得让这个 丽将军一起讲下去好了 也是一样 这个战争的一个最新形态 在尾巴战场上 那乙军也吃了不少憋 那前几天 他是这个伤亡 最严重的一天嘛 那另外你看到 这个哈马斯 还是有相当的动能 有没有 灵活的游击战 突击战 据说有一度 乙军陷入了 宁宁的战局 那他用了一些 这个方式 精准打击坦克 乙军惨遭活埋 还包括这个 以色列媒体 自己报道的 所以乙军的装甲部队 同一栋建筑里面 三度遭到伏击 一下子20人伤亡 整个指挥团队被端了 这是以色列 进去里面打仗 我们平常讲 如果说就来讲 真的是非常勇敢 非常感人 你知道他阵亡的人 里面有谁 你知道总统的儿子 还有前参谋总长的儿子 跟前参谋总长的侄子 全部阵亡 那可见的这场战争 不像是以色列 自己所宣详的 说就一两百个人 这个伤亡而已 我相信乙军的伤亡 其实也很大 因为从他 包括总统的儿子都战死了 前参谋总长的儿子 也战死了 包括前参谋总长的 这个侄子也战死了 我们这边就看出 那当然哈马斯 自己本身的伤亡 一定是更大 这可以想象得到 所以参谋来讲 可以说我们可以 实际上非常血腥 也非常肉薄 也非常凶猛的一场 彼此互相的战斗 为什么呢 前面不是整个炸了一轮吗 都已经是废墟了 我认为 全世界最难打的战争 如果说只是经济上面 发生战争还好 但最怕的是什么 是民族战争 或者宗教战争 这种战争没完没了 但是他们拿面跟你拼的话 你就是没完没了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你不要讲那群废墟 干什么 揉揉炸了 那里面放一百只野猪 我们那时候就经常讲 放一百只野猪 让你去杀 你就追不到 何况他是人 而且还带着枪 如果他要跟你拼命来讲的话 原住民打野猪怎么打 他只能放狗去追那个猪 他自己不敢下去 因为下去那个野猪 等到他跟你拼命的时候 对不对 他那个獠牙是很可怕的 现在哈马斯 有点类似这个样子 你置他于死地 他用命跟你拼 反正我活不了 我就跟你拼 那你像人的智慧 一定比动物的智慧还高 他不管是躲或长 当他不要命的时候 他就不顾一切 地形他也比较熟悉 地形他也比较熟悉 那现在听说他们 已经是用灌海水的方式 去灌到地道里面 那警戒下来就是 你人质如果在下面 会不会把自己人质给淹死 第二个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海水下去 五百公里的地道 那你那些水淹到地道里面 你效果怎么样不知道 因为水会渗到土里面 你五百公里 你要速度多快 你那个灌进去的速度 要比渗到土里面的速度要快 你才会有效果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 你如果说抽海水的话 那整片土地会不会炎化 那以后来讲 这片土地大概就废掉了 等于是根本就是炎化的土地 根本就没办法耕种耕地 那将来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来讲的话 那上帝是说这是产蜜跟牛奶的地方 那将来就只剩下盐巴而已 我觉得这个场战争打到最后 等于说不管是这个双方的伤亡或干嘛 绝对不是如乙军所讲 那如果说就现在战况来讲的话 我去看了双方的接触的状况来讲的话 乙军我那天有讲 他总共大概是十个旅 十个旅的兵力 对他总兵力大概十个旅 包括后备 他有六个旅已经投入到加沙 南加沙跟北加沙六个旅进去 有两个旅要应付北边的这个珍珠岛 有一个旅是到哪里 是右边的这个越战河西岸的杰哈德 那也是一个比哈马斯还凶案的恐怖组织 那另外只控制一个旅 那你还有多少部队可以投进去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拜登已经讲话了嘛 就说你不要再打了 那我给你两个旅 刚刚讲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觉得两个礼拜可能 两个礼拜不可能 两个月都打不下北加沙 北加沙到现在都还没有打下来 那你说南加沙面积比北加沙还大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两个月根本就打不下 人家估计那个时候就有估计说 你不要看他们 如果说强力抵抗到底来讲的话 你可能一个月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都不坚持能够打得完 一年的时间都不坚持能够打得完 那现在来讲 拜登或者是说这个纳坦亚胡 他们国际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为什么他的强度越来越快 他希望说在一两个礼拜以内 把这场战争结束 所以水供就是要缩短时间吗 这水供下去之后 时间可以缩短到两个月吗 水供缩短不了时间 他只想把哈马斯逼出来 可是这个效果有没有限 我们可以去看 我觉得效果还是有限 因为 我今天看到一些报道 在讨论这个哈马斯 怎么样躲避水供这件事情 说水供之后 他什么什么可以垂直逃生 有这种方法吗 不是 我们知道水确实是有效 对不对 但是水是往下流 还有水还有一个特性 它会渗到土里面去 那你灌的速度 要比渗到土里面的速度要快 那它500公里长 你想想看你灌下去以后 可能最底层是一片泥淋而已 对不对 因为水会渗下去 那第二层 地面上面第二层 可能还没淹到第二层 第一层下去的水 就已经渗下去了 那你知道灌多有时间 才可以把500公里的地道 用海水把它全部灌满 我觉得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 那现在来讲我个人的研判 就是说两个礼拜根本就不可能 在两个月都不见得打得完这场仗 对不对 我讲难听的 我放100只猪在这块 这个残废的破虚里面 让你去追好 你两个礼拜都不见得能够追得出来 何况人家是拿着武器的这种 这个游击队 而且是他们是准备跟你拼命的 就是他命都不要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以色列纳坦雅胡 他我们讲跟刚刚我们讲 俄罗斯乌克兰 泽伦斯基 我们经常学军事的 一开始你若要跟人家打仗 你又有个开战指导 开战指导跟中战指导 结束战场战争都要智慧 你要怎么去判断说 我这样战争打不下去了 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保存 我国家的有生战力 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你到45岁 45岁以下就打完 你国家就根本就没有元气 你要替国家保存命脉 那你纳坦雅胡开战的时候 他就没有考虑到 你开战是要怎么样来开战 你战争的全程作战构想是怎么样 打到什么样的状况 你准备要结束 打到什么样的状况 你可以获胜到什么状况 我觉得以色列现在我明显地讲 具体地讲 如果美国不支援他们 他有多少能力能够在多少 也是一个问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